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222章 功不可没 生的番薯是可以吃的 口感清脆 带着甘甜的味道 咔嚓咔嚓的既然已经进口了 张帽倒是用心咀嚼起来 味道倒还不错呀 不过吃起来 这感觉这是水果 一亩地如能种出三十蛋这样的果子 那也是不错的 唯一不好的地方 似乎它不能当做主粮啊 只是限下三十蛋了 张帽想到这个数字 心里便蓬蓬狂跳起来 方才的怒气 转眼之间便跑到九霄云外 方济帆似乎能看出他的心思 笑吟吟地说 师伯 这番薯最有意思之处啊 就是它不但能生吃 还能煮熟了吃 若将其混在米粥里 就可以解饿 可以解饿 张帽是个直接的粗人 一听眼睛就亮了 这么说来 岂不是 岂不是可以当做辅粮 若如此 这木产三十蛋的番薯 这代表着 张帽发懵了 他虽是武将 可岂会不知粮食的重要 粮食就是命根子 是救命的仙药 在这个时代 任何一丁点灾荒 所引发的后果 都是无比巨大的 方济帆当然比张帽更加清楚 这生产力低下的时代 粮食意味着什么 后世的人们最为称宋和推崇 且号称历史上最富裕的大宋王朝 其宋史之中 照样有无数 碎鸡人相识的记录 而到达明朝 随着小兵和妻的到来 大量天灾开始出现 就更不必说了 这番薯的厉害之处 并不是完全替代主粮 这玩意也是一年吃到头 其实和吃黄米饭 也没什么区别 它的重要性在于 一旦遭遇灾荒 它可以使人活下去 即便是在丰年 将这红薯替代一部分主粮 也是完全足够了 以现在大明的土地 和其承载的人口 凭着这个 完全可以解决 金额的问题了 何况它手里不还有土豆吗 土豆才是真正的神奇 因为那土豆 可以完全取代主粮 在不解决金额的情况之下 方济帆的历史知识 其实是完全无用的 什么彻底打破土农工商结构 简直就是笑话 其实这重囊轻伤的思想 许多人都认为 与儒家思想有关 方济帆研究大量民史之后 却不这样看 因为这涉及到的 乃是鸡生蛋 诞生鸡的关系 孔子的时代 儒学并没有刻意去歧视商骨 基本属于一视同仁 可到后来却为何开始 轻伤和重农呢 其实无非是后来一家独大的儒者 根据统治者的需求 所制定出的轻伤思想罢了 统治者轻伤 也并非是他们天生 对商骨的歧视 本质上无非就是 一旦商业兴起 势必大量人从商 无数人为商骨效力 国家最精壮的劳动力 被商骨调用 如此势必伤农 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承载的土地却还未增多 想要养活更多人口 必须要求大量人口 对土地进行精更细作 否则一个灾荒来临 便是烽火连天了 其实这个时代是如此 即便中世纪的欧洲 也好不到哪里去 农业生产低下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城市规模 亦是小得可怜 直到马铃薯和番薯 传入欧洲之后 大量劳动力 才从农田中解放出来 涌入城市 以至于到了后来 在粮食问题解决的情况之下 贵族们为了发展工商 获取更高的利润 索性将农地改为牧场 养羊来获取羊毛 进行纺织 试想一下 若是没有马铃薯和番薯 导致粮食大增产 大抵解决掉饥饿的问题 哪个白痴会将这大好的农田 变成羊圈呢 任何一个学说 都有其现实的基础 绝不可能是某人一拍脑袋 便突然想到 结果全天下都甘之如鱼地接受了 因而 不解决民以实为天的问题 这弑农工商的问题 便永远都不可能解决 张茂 当然不可能有方济帆 想得如此的深远 只是方济帆的话 已令他不得不信 经过亲口实践之后 他别的不明白 只明白 这玩意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解饿 而且还高产 此时 他凝视着方济帆 扑翅扑翅喘着粗气 似乎还是觉得方济帆信用值不高 便将脖子一转 杀气腾腾地 瞪了一旁的张茜一眼 吐出两个字 是吗 问别的 或许张茜没有多少次信心 可一旦问到更重的事情 张茜便是面对父亲 居然也是镇定下来 他坚定地说 是 这红薯粥儿子吃过 味道不错 确实可以解极 一下子 张茜沉默了 儿子最近不大听话 可还是可信的 至少比那完全不知脸皮为合物的小子 要可信得多 张茜平时是个话多的人 可现在 静通得一直没有再吭声 他直愣愣地站着 吻丝不动 方济帆倒是吓着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出个什么好歹才好啊 连忙便叫了 是不 是不 张茜宛如雕塑 依旧一动不动 方济帆惊疑地伸出一根手指头 尝试着放在张茜的鼻子下面 还有气 张茜的眼中子这才转了转 然后这蒲扇一般的大手狠狠拍在方济帆的肩膀上 方济帆身子一颤 转身想跑 却被张茜一把用手估住了肩 就在这时候 张茜突得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史迟啊 哎呀 我老张早说什么来着 哎呀 就知道你有出息 了不得呀 少年赢钱 我张茜这辈子从没看错人 你是不知啊 当初你还在强宝中的时候 我见了你第一句话是怎么跟你爹说的 你可知道啊 方济帆心中毛毛的 只知道摇头 张茜大笑 我说呀 我瞧着你身上阴阴有七彩之光 是大贵之相啊 将来你们老方家就得靠你了 方济帆 方济帆毛骨悚然 如波浪古式的摇着头 可不敢可不敢 五彩之光吧 七彩的话 剑月了啊 太剑月了 七彩太高级 在这个时代里 颜色便只有七种 七彩之光 那是皇帝才能发出来的 所以方济帆很坚定的说 还是五彩吧 五彩的话 小值心安一些 张茜恨不得一拍大腿 是了 那就算五彩 真真了不起啊 你可知道 你只要救活多少人呢 方济帆一脸胆战心惊的说 五彩我都嫌多了 张茜却哈哈一笑 别计较这个 总之啊 此次你功劳不小 活人无数 走 老父去给你表功 且慢 方济帆说 其实这一次功劳不小的 乃是张富百户 张茜一听 愣住了 自己儿子的尿性 他是自有清楚的 人老实是老实 可他能折腾出这么个玩意儿吗 他狐一地看着张茜 张茜则显得 手足无措 方济帆很认真地说 若非富百户 尽忠之首 带着屯田所上下 每日照顾藩树 小植说句不该说的话 小母产三十蛋 只怕要推迟数年 才能种出来 张富百户既有功劳 也有苦劳 因而这表功 小植自然当人不让 可张富百户 以及屯田所上下人等 也是功不可没 有一说一 这一点 方济帆还是很厚道的 毕竟只是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秧苗 可其他的 数来惭愧 他还当真 是没什么见数 张茂已身躯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张信 从前看着张信 一副衣衫褛褛的样子 他是怎么看 怎么地闲 而如今 张茂却彻底震惊住了 这是大功啊 大功一见啊 四家儿子 也有一份大功劳 张茂很实实在在 眼睛发凉 甚至托得觉得眼睛有些湿润 他娘的 我家儿子种地 也能种出如此功劳 一瞬间 泪崩 随即 他伸手狠狠 给自己老脸一个耳光 心儿 爹真瞎了眼 瞎了眼啊 张信第一次见父亲如此样子 平时不是臭骂 便是一顿暴打 现在反而有些不习惯了 张茂随即又狂笑起来 好得很 当初我说啥来着 张茂随即回头 别提当初了 方继帆忍不住想哭 再说 我方继帆都会斩过白蛇 从娘胎里出来 上天有龙在盘旋了 求求师伯 给一条生路吧 我还是个孩子呀 抱歉啊 抱歉要紧 慢着 擦拭了眼泪 张茂唏嘘不已 他将方继帆拉到了一边 深深地看着方继帆 张茂心里琢磨 这是方贤之故意想给自家儿子 分一分功劳吧 唉 当初怎么说来着 这继帆自己看了第一眼 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呢 不过 既然你有良心 老夫 他眯着眼 便压低声音说 三十弹少了 反正也不差一弹两弹的不是 抱歉嘛 得见好听的说 多几弹 既好听 这陛下更是龙颜大悦 也顾不得善究 就算有何彦 多这几弹 谁会计较啊 不如 有灵有证吧 听老夫的 先知 抱三十六弹半 方继帆却心下一脸 我已经虚报了 原本二十六弹 生生到了三十弹 再往上架 要出事的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情 更多友善独物 请在微信 LANCE 911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